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黎巴嫩的爆炸事件 巡航机爆炸事件 据说是以色列的8200部队 他是背后的直接操板手 控制一个空核公司 然后植入了他需要的爆炸物 现在这个爆炸 据说统计已经是超过四五十人的死亡 这个事儿黎巴嫩的真正党已经说了 这是宣战 包括黎巴嫩的真正党 叫拉德万部队高层遭受中伤 乙军总参谋长明确还说 我们还有许多尚未启用的能力 就告诉大家 真的是危险 就是至少在中东 以色列现在有人认为 这次行动是针对真正党 精锐拉德万部队 就针对这支部队造的这次行动 大部分领导人丧失了行动能力了 说有手机太能系统设备 包括指纹识别系统多种电子设备 两天内连续爆炸 造成一系列破坏 真党高层领导人纳斯鲁拉 预计在19日要发表全国讲话 他这个首次讲话 就爆炸之后 外界普遍就预期他要谴责以色列 而且宣布大公报复行动 现在据我了解是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报复了 以色列国王部长加兰特18号 访问了以色列北部部队 表示随着战争新阶段开始 以色列重点已经转移到北部战下了 他提到真狼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 强调考虑所有作战可能性 你看南部结束 然后立刻向北 你看一个就是南部一个北部 这是他危险 这就是伊朗的代理人 以色列将参加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 928时调往北部 咱们上线也谈了 以色列这次爆炸行动 说行动之前已经通知美国了 但是没有提到详细内容 加兰特与美国国王部长 曾经17号早上通话 但美国直爆炸消息公布之后 才确认以色列实施该行动 就是从华尔顿飞往开罗途中 国务卿布林肯震惊 美国外交官是在飞机电视上 看到新闻播报才知道 也就是说 以色列只是告诉你 我对里万真上有行动 但是没告诉你什么行动 这就是下毒 这就是下毒 这古代的江湖恩怨 现在看 真的是比小说有意思 应该是以色列8200部队 主导的这次行动 摩萨德和他合作超过一年了 以色列军情局下属 一个精锐网络战部队 叫8200部队 这个西方安全机构很少有人了解 8200部队不仅是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 一起策划了9月17日和18日的爆炸 据说行动规划阶段的8200部队 他们主要负责实验 怎么样将小型的爆炸物植入到 有效的植入到通信系统当中 这个820确实你手机就在脸上 这爆脑的穿刺了 所以在这里边就三颗就高死你 腰子也是 这苹果手机真是割腰子 这个真割腰子了 你放哪揣兜心脏 对吧 你这都是离身体最近 所以杀伤你多严重 重创的都是 所以你看人家说这一点 效率高吧 这一点炸腰也可以搞定 你只要能进入生产量就可以 你看想的毒啊 下毒嘛 尤其是打电话 那贴脸啊 那脑子直接没了 这个我找的一些这个8200部队啊 以色列军方现在拒绝对8200部队参与这个行动 发表任何评论 这个8200部队我找了一些起源在1948年 以色列建国时期成立早期的叫密码破译和情报部队啊 密码破译和情报部队专门负责网上 这个应该是和这个苏联啊有关啊 说与美国啊 连美国国家安全局啊 是有合作的 就说他们可能获得一些情报破译啊 包括和美国有合作啊 替美国破译呗 说他们的活动是高度几米的 范围是从信号情报到数据挖掘 保护国家网络遭渗透等等 包括渗透其他国家网络 他的成员是极度智力水平非常高的 包括年轻化的 不用老人用新人 据称是以军高层亲自挑选精英 就挑这批精英年轻人干 以色列军方轰炸这个袈裟时候使用了一个叫薰衣草智能无人机系统 不 智能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系统 薰衣草他介绍过吧 实际就面部识别 或者是他这个告诉你他藏在哪 人工智能识别这张图 就程序是不光给你打击目标 而且这个附带这个效果也非常恐怖 就错误率极高 这个打击就是连带的杀伤平民 所以这个程序正是由8200部队开发 8200部队嗜血 非常狠的这么一个角色 另外8200部队还被确认参与了 包括对伊朗核设施的网络攻击 2011年 震网病毒 不排除他参与过 就是什么 黎巴嫩 不是黎巴嫩 是伊朗的德黑兰 伊朗德黑兰的汉尼亚 是吧 他这个刺杀行动 最后呢 以色列搞出这么 搞出这么一个行动啊 其实背后呢 你看美国人他 我觉得不可能不知情 美国绝不可能不知情 那美国人为什么就是现在的这个 拜登为什么同意呢 会不会跟这个哈里斯大选有关呢 对吧 那假如不知情的话 那就说 以色列是给美国人挖坑啊 给拜登挖坑啊 给哈里斯挖坑啊 这个逻辑在哪呢 大家仔细想 以色列 现在最想要的就是美国人给我下场 替我打 但民主党坚决不下场 所以以色列跟民主党政府矛盾 是有的 对吧 相反跟特朗普 特朗普现在是跟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打得火热 正式来说 他要帮助这个川普 对吧 那如何增加川普赢的可能性呢 那就是什么 就让美国的股票市场 金融危机出现 重挫 重挫这个民主党 就在美国11月份之前 给我来一次金融危机 大选之前来一次金融危机 一定滚蛋 拜登这个哈里斯一定滚蛋 没毛病吗 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那就是说 他这次在黎巴嫩的行动 怎么能重挫美国股市呢 因为什么 因为西方科技产品 一直是个神话呀 美国的现在整个的股市 不就靠着科技股卖点 在世界走天下吗 那这个西方硬件产品 在非西方世界销售的前景和预期 如果遭受打击的话 是不是他等纳斯达克就滚了 就完蛋了 纳斯达克一旦完蛋 现在全是泡沫 纳斯达克一旦完蛋 是不是一旦崩 就不崩的话 那么他只要阴跌两个月 哈里斯就是 到这个11月份大选时候 哈里斯也完蛋了 致力也下降了 是不是以色列 就可以把川普赢上台了 所以不排除 就是说如果美国人真不知道 我觉得是真不知道 因为这个不符合拜登利 如果真不知道的话 那可能就是以色列现在 要动这个哈里斯 要动哈里斯大选 所以结果 这大概率呢 就是人家以色列在帮川普 看到吗 不光俄罗斯在帮 以色列在帮 你像这种没底线的 这个科技产品 美国为主导的一些科技产品的爆炸 一定会重创美国科技产品 这是一个新手段 这种手段以前没用过 这种是 实质上海其实非常有限 但是造成的恐怖效果非常 对吧 一传实实上买 现在谁敢用啊 以色列这种杀伤手段是有限的 就我要真是杀伤那个什么哈马斯 不是 黎巴嫩的领导人的话 这种杀伤手段 你不能确定他就死了 三颗炸药吗 他可以寻找更有价值目标 而且更针对性 更精准 他完全有手段 但是用这种方式流氓做法 他完全就是为了拉舆论 他不是为了杀人 他是为了拉舆论 那拉舆论造成对方有限损失 军事上其实不划算的 但是呢 他还做了 那就绝不是为了军事目的了 你这么聪明的人还算过来这笔账 咱们现在复盘也是 如果你是以色列的下命令者 你会算这些人伤亡 伤亡大多数老百姓 我损失太大 对方损失没多少 我受到声誉影响 但是我舆论造出来了 舆论造出来 这就是我的政治目的 这个可能更多是教训教训黎巴嫩 但是这个教训黎巴嫩付出代价太大 他就绝不是他们主要考虑因素 黎巴嫩绝不是他们主要考虑因素 那在哪呢 那就是让美国的科技产品 至少是个阴跌 阴跌到11月 应该就是这个负面影响带来 美国现在已经是 你看他敢在美国降息 50个基点之前给我干 那就说拜登也明确表示 要赶快给我降 接下来赶快给我降 要再降 实际他非常清楚 未来会面临 以色列哪些手段 以色列已经 我就想 西方社会 这无所不用其解 咱中国人当然 新中国成立之后 就没有人用下毒烂招 当然也有 也有个别 但是政府 政府应该是没有这种烂招 也没意义 但是你看 你看现在美国 政治已经到了这个极端化 这种冲突 美国快速降 这显然就出一个粉饰 他承认了这个十分危险 不再用粉饰太平 那个破经济数据了 但是美联储还是降了50个基点 这个情况 他数据以前做的很漂亮 还是降50个基点 所以 市场已经意识到 美国确实是要硬着陆了 以至于美联储 也顾不得了 就开始加紧行动了 这个时候 以色列通讯设备 给你美国来个集体爆炸 纳斯达克 现在看给你美股 来个重创 接来细手考虑 考验的是拜登 考验的是民主党